Hello,大家好,我是Tony 昨天我在Olico的官方网站注册了一个账号 申请他们Olico的有音平台空间 昨天注册,今天才收到这个email 就是通过他们的审核 可以正常登录去使用 好,我打算在Olico的云空间上面也创建一台VPS主机 然后部署一下这个科学上网的一些工具吧 好,我现在把这个过程记录下来 也跟你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过程 好,现在我们开始吧 打开这个浏览期间 现在进入到的是Olico的这个官方网站的主页 如果你想申请它的这个有音计算 有音平台的这个账号的话 你就可以点写这个官方主页的右上角这个TRIFORFREE这个按钮 点进去之后呢 你就要填写相关的这个账号注册的信息了 就是在这个页面 就是在这个页面 你就会出你账号的信息 注册的账号信息 然后它这个云空间呢 有搞这个优惠活动 就类似这个谷歌云的优惠活动嘛 就是你看它这里有说明嘛 就是有赠送这个300美金的这个使用 使用金额 然后3500小时的使用时间 就是大概是一个月的使用时间嘛 就是除此使用的话就送给你300美金 跟一个月的使用时间 有你感兴趣的话 你就可以在这个页面的下方的这个表单呢 填写你个人的相关信息了 就以为账号啊 姓名啊 这个地址啊 国家地区啊 还有电话号码啊 验证嘛 最重要的就是下面这个 你要你要提交你这个信用卡的相关的这个信息 然后提交上去之后呢 就要等候它这个客服的审核 审核通过了之后 你就可以返回它 它这个主页来登录使用了 我这个账号是早点升起的 今天我发现这个账号已经可以使用了 然后现在我就来登录我的账号 登录进去 好 现在说完用后面的就跳连到这个 这个登录的页面了 然后点显一下这个Continue的按钮 继续登录 现在就已经登录到这个Olico 原的原平台的这个后台管理页面这里来了 在这个页面呢 你就可以开始创建这个VM实例心理主机了 看到没有 我这个右边这个页面这里显示有 有这个赠送的300美金 好 现在我就点一下这个创建VM实例 开始创建这个VM实例的主机 crít器 有这个按钮 另外待钮 Guard一下 首先 2 商传的 这个地方就选择它所在的这个区域了 然后再接下来就选择操势系统 你所用的这个操势系统 看一下它有哪些操势系统可以选择 就常用的这个Ubuntu SendOS Oracle Linux Windows Server 常用的这几种操势都是可以选择的 我这里选择Ubuntu的那个吧 选择Ubuntu 18 然后点一下选择 实力类型就是细拟主机了 直接选择细拟主机了 选择实力配置看一下这里点进去 好实力配置就是它相关的这个内存呢 此番大小这个配置 我就选择一个小的配置 选择一个小的 选择一个小的 配置引导键 定制引导键大小 使用传输中加密 从密钥管理中选择密钥来加密此键 这个就看你自己的需要 要不要把这个储存设备中的这个文件加密 我这里先不够显了吧 那接下来是选择SSH的密钥 如果你有用这个SSH的话 那你就添加你这个密钥就可以了 有没有的话直接就用这个用户名和密码来登录也是可以的 配置网络 看到高级显像这里 我看一下还有哪些显像要设置 下面还可以添加这个附加的脚本 直接点创建的 选择完就直接点这个创建的按钮 它现在正在创建这个VM实力的主机 稍等一分 等它创建完成 现在看到这个VM实力的主机已经创建完成了 可以看到这个VM主机的配置的信息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VM实力的主机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VM实力的主机 它這裏分配了一個IP地址 現在我們就可以用這個IP地址來登錄上記使用 字幕針路刀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现在我就把这个IP地址复制一下 然后用这个中单控制来这个工具 连接上去使用 现在打开这个party这个中单控制客户道 把这个IP地址粘贴进去 然后输完IP就直接打开通路了 跳出第二款点显得是 刚才我用这个root没有登录进去 它这个提示我要改成ubuntu这个名字 我现在就把它改成ubuntu这个名字 看能不能正常登录进去 好,现在已经登录进来了 已经登录到这个VM实力主机的这个中单控制台了 好,现在我们输入su-i 切换到这个root的权限 把这个apt的语言升级一下 好,现在我们来安装这个V2ray的服务端码 收入一件安装部署的命令 再重新输入安装V2ray的命令 再重新输入我们的地方 再重新输入一件安装V3ray的衣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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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安装V3ray的衣裤 更新原子后呢就升级一下最新的软件保 升级一下软件保 也不升级外的有些这个命令呢 就没有安装进去 就不支持那个一键安装的某些命令 所以还是要先升级一下它那个软件保 这里稍等一会儿等它安装完成 现在看到这个最新的软件包已经更新升级完成了 好,现在我们再来输入这个 接下来就开始安装部署这个科技上网的环境了 现在我们输入这个一键安装V2ray的这个命令 出完命令呢就直接按回车 现在就出来这个安装脚本的这个菜单 选择1,选择1安装 再选择一个传输协议 选择15了 谢谢 谢谢 再添加一个端口 端口号你自己自定义啊 我这里先简单设定一个吧 是否配置ss 选择yes 再出入ss的端口号 再输入密码密码也设置定义 加密协议默认就显示第7个 再直接按回车 好,现在就开始安装了 直接按回车 好,现在看到这个安装脚本呢 就正在安装这个V2ray服务档了 我们稍等一会等它安装完成 好,现在看到这个V2ray的服务档 已经安装完成了 安装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调出这个V2ray的链接来使用了 或者用这个生存二维码的这个命令 这一切一切一切调用 输入V2rayUR2 它就生成个V2ray的链接 把这个链接复制一下 然后再打开你这个V2ray的客户端就可以使用了 V2ray的客户端的话 你可以去网上下载一下 或者到我这个视频下方的这个文字简介中 去那个网盘去下载也是可以的 好,现在打开这个V2ray的客户端的话呢 然后在任务栏这里 对准V2ray的这个图标点右键 点右键就选择 因为刚才复制了链接嘛 就选择从剪贴板导入URL 好,看到没有 它现在就提示从剪贴板导入这个URL成功了 就已经把这个V2ray的链接导入进去了 同样是上面的SS的链接也可以把它复制一下 用相同的方式 选择右键菜单从剪贴板导入URL 好,现在这个SS的链接也已经导入进来了 好,现在我们测试一下 看能不能正常的客户上网 好,我们现在打开这个V2ray的客户端 启用这个HTTP代理把它打开 打开了之后就 我输入YouTube的网址试测试一下 看能不能打YouTube的网址 好,现在看到这个YouTube的网站 是可以正常打开浏览大的 说明现在我们通过这个Olico的这个 有人服务器部署的这个V2ray 是可以正常可以上网的 我们随便找个视频来播放测试一下 视频是可以正常播放的 有两段的 我们再看一下其他页面 我订阅一下 我订阅一下 Youtube的视频正常浏览 没问题 现在说明现在这个科技上网通过这个v2类是没问题的 Youtube这个网页的测试就浏览到这里 如果你用这个Hortico的原平台打不开网页的话 就检查一下你这个科技上网的这个环境的设置 比如v2ray的设置 然后这个站点的这个相应的端口有没有打开防火墙的设置 就相对应的有没有做一些 比如这个网络的设置里面这个防火墙的相对应的这个入转规则 比如你这个v2ray里面设置的某些端口的网纳理机 在这里添加入转规则把相应的端口添加进来 然后应该就可以正常访问到了 出测使用这个Hortico的一个语言平台呢 现在新注册的用户有这个一个月300美金的这个金额的适用 也是挺不错的 如果有需要的话 赶紧去注册使用吧 300美金的赠送 好 这次关于这个Hortico云单服务器的这个云平台的申请注册呢 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对于这个Hortico的原平台的这个注册 或者这个搭建科学上网的环境有什么疑问的话 也可以在视频下方进行留言和讨论 或者加入我的这个电报群 你可以扫描上这个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 加入我这个电报群 如果你支持我的频道的发展的话 也可以扫码这个微信的这个赞赏码 或者这个PayPal的这个二维码 来支持Tony的频道的发展 如果有需要的话 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这个VPS的注册链接 进行VPS的注册 好 这次分享呢 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如果你支持我的分享的话 请点赞视频和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在下个视频里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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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